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那么很抱歉,有点晚了,那么我们长话短说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沪深各大指数在五日军线附近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 所以指数方面我们认为应该问题不大 北向资金今天上午表现还是不大稳定 护股通是进入600多万,深股通是进入出20多亿 所以目前北向资金还没有到稳定的时候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提出两个观察重点 第一个,券商板块今天上午是成交324亿 按照这个节奏推算,全天券商板块的成交量应该是落在500亿左右 那么我们觉得券商板块的成交量萎缩到400多亿以后 出现反弹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所以这一块我们还要再等一下 中芯国际方面今天上午是一个缩量翻红 日线图上也是守住了五日军线 所以目前总的看指数问题不大 但是大盘要反弹的话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下 个股方面喜欢做短线的朋友 可以在军工和数字货币里面再挖一下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聊一下 谢谢 请开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您看到 greater dimensions 这是个小集快乐事曲 看订阅个小集快乐事 本票在小集快乐组